记者张存归台东报道 台东县长黄建廷今天进行任内最后一次施政报告 国民党县长参选人 议长饶庆龄全程聆听 他强调 在国际事业 两岸关系上有十足自信与能力 有信心为台东创造另一个光荣的八年 黄建廷今天花了两个多小时施政报告 在谈及台东县总预算旅创新高时 他表示 相对现负自筹配合款压力也很大 必须开源节流音音 其中企业捐助很重要 他还特别回头对姚庆龄说 一掌奶牛在听了 未来要请认同台东的企业持续协助 姚庆龄则表示 黄建廷把台东定位为国际级幸福城市 黄二任任期难以完成 他会持续推动这样的幸福宪政 姚庆龄强调 他有信心延续宪政推动 尤其在国际视野 两岸关系上有十足自信与能力 也能带领乡亲继续大判 请不吝点赞 okus